2005年3月18日清晨6点左右 西雅图警方接到了一通报案电话 说是在西雅图国际机场附近的南方第八大道 和德英梅纪念大道的交汇处 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在刚刚报案人呢 恰巧开车到两条路交界的路口等红灯 突然啊就听砰砰砰几声巨响 然后就从反光镜中看见了一辆黑色的福特野马汽车 急驰而来 看那驾驶呢 仿佛将不顾交通灯的阻挠直接闯过去一样 可没曾想啊 野马车居然在一个急杀后 与报案人的车并排停在了红灯前 出于好奇 报案人不自觉的转头看向了身旁的黑车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差点把这位路人吓出病来 只见野马的车门打开了 一个男人呢被推出了车外 接着引擎发出巨响 野马车迅速消失在了视野之中 可及当警方赶到现场时 受害者早已没有了生机 通过此人随身携带的证件 调查人员得知啊 男子的名字叫做罗恩怀特黑德 而那辆黑色的野马车正是他自己的作家 麻烦的是 因为报案人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太过震惊 使得他根本没有注意到野马车里嫌犯的模样 至于罗恩去世的原因呢 则是身上的四处武器伤 根据现场附近找到的弹壳 警方确认作案工具应该是一把马卡洛夫手下 一开始的喷喷声呢就来自于此 不过调查人员随即发现 罗恩本身就有持枪持照 非但如此呢 他的名下正巧有一把马卡洛夫 结果以上这些发现 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劫车谋害案 不出意外的话 歹徒多半是在作案的过程中 抢夺到了罗恩的武器 才将其谋害的 所以呢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想要破案 好像也不难 只要能够找到那辆被盗的黑色野马车 那么顺藤摸瓜 很快就能抓住真凶 哎 有人要问了 那么车子好找吗 其实这事吧 很难讲 要是遇上个职业倒车团伙 那人家可有一条完整的地下流水线 只要没被当场逮住 汽车一旦进入黑车场 分分钟改的连他亲爹都不认识 听到这儿呢 有人要担心了 哎 话说此案的凶手不就是没被逮住吗 的确如此 不过警方啊 却不十分担心 为啥呢 因为嫌犯在作案时 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话说罗恩的裤腰带上啊 别了一个黑色的套子 估计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见过这个玩意儿 不过在十几年前他却很是常见 啥呢 啥呢 手机套 但套子呢 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手机套里没手机 换言之呢 手机极有可能是在搏斗中掉在了车里 想到这儿 警方立即就与通讯供应商取得了联系 你们知道怎么着 手机果然还处于开机状态 所以很快就确证了他的位置 在哪呢 距离案发地不远处的一家疗养院的停车场 等警方到地方一看啊 诶 正如所料 罗恩的黑色野马车果然在那 当然此时此刻 调查人员不可能傻乎乎的把车拉走 从而打草惊蛇 相反的 他们安排了一组人 24小时守在了停车场的周边 只要嫌犯敢来开走汽车 那就给他来个人赃并货 可万万没想到啊 负责钉梢的警员 一连等了好几天 眼睛都熬红了 可愣是没有看见半个鬼影 这时警方意识到 转动机 貌似不是劫车啊 估计大家都猜到了 没错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嫌犯的目的搞不好啊 就是要干掉罗恩啊 要是这样 那他一定得罪什么人了 出于这种考虑呢 警方打算先深入了解一下罗恩的家庭背景 梅森想着一查之下 发现罗恩一家子的关系啊 还挺复杂 甚至堪比一场精彩的家庭伦理局 不过想要说清楚这事啊 还要从很久之前讲起 1958年4月21日 威尔玛奥格登出生在了阿肯色州 费耶特维尔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之中 有人要问了 这人谁啊 好像之前没有出现过 告诉各位 他呢 就是此案的被害人 罗恩的妻子 不过两人并不是原配 属于半路夫妻 至于他们相知相恋的过程 那就曲折了 话说威尔玛的父亲呢 原本是一名军人 退伍后回到了费耶特维尔 成为了一名静信会的牧师 至于他的母亲则是一位教师 不知道看我视频的朋友中 有没有亲戚或者父母是当老师的 总之在我的印象中啊 老师对自己子女的教育 往往是比较严苛的 威尔玛的母亲呢 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随便什么事都不能做得太过头 不然啊 就容易适得其反 就因为小时候受到的管束太多 进入青春期后 威尔玛呢变得越来越叛逆 他渴望自由 也渴望尽早离开 那个处处都会受到约束的家 至于他实现目标的方法 简单而高效 1977年 19岁的威尔玛高中毕业 毕业后的他呢 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找工作 而是找了一个男友 并迅速与其结为了夫妻 然后啊 小两口就离开了费耶特维尔 搬去了西雅图生活 虽然这种做法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但明眼人都知道 闪婚的风险是很大的 毕竟夫妻间的了解程度不够 事实上呢 威尔玛的婚后生活 的确不像期盼的那般美好 他与丈夫经常会为了一些家庭琐事 发生争吵 索性呢 都不是啥原则性问题 凑合凑合也能过 1982年 也就是两人结婚五年后 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金伯利出生了 都说孩子是婚姻的纽带啊 原本威尔玛也觉得 女儿的到来呢 将会改善自己与丈夫的关系 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 然而此时的威尔玛呢 想要脱身 已经很难了 为啥呢 因为经济不独立 自从19岁结婚以来 他就过起了男主外 女主内的生活 如果现在离婚 他连基本的谋生能力都没有 另外呢 他也想让女儿有个完整的家 不过从威尔玛年少时的所作所为 大家就能猜到啊 这个女人呢 也不是那种会认命的主 选择隐忍 不过是权宜之计 一旦下定了决心 就会复制于行动 事实上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 威尔玛毅然决然地 走出了家庭 走向了社会 为自己呢 找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 在波音公司 位于西雅图的 飞机零件制造厂中 担任编幕工作 这不仅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 而且呢 还结识了不少的朋友 其中对他帮助最大的 就要属公司的一位工程师了 这个人呢 比威尔玛大了整整15岁 而且呢 还是一名资深的老员工 业务能力极强 人还很好 他不但没有 欺负作为新人的威尔玛 反而在工作上呢 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就因为如此 两人很快 就成为了私交很好的朋友 话题呢 也从工作 逐渐衍生到了生活 讲到这儿 估计有朋友已经猜到了 没错 这位工程师呢 就是罗恩·怀特黑德了 巧的是啊 罗恩有着和威尔玛一样的经历 他过去的家庭生活 同样不和睦 所以最后呢 只能选择了离婚 虽说这段过往啊 让他对威尔玛的现状 感同身受 可俗话说 宁差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所以每每听到威尔玛在抱怨自己的丈夫时 他也只能口头安慰一下 而威尔玛呢 是很想离婚 但一看到天真可爱的女儿 他就只能说服自己 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丈夫的身边 并在1988年 并在1988年产下了第二个孩子 可你们知道怎么着 随着小儿子约翰的出生 丈夫对威尔玛的态度 却是越来越恶劣 当罗恩听到威尔玛 回到了老家 飞耶特维尔 并正式呢 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几个月后 所有程序走完 他恢复了单身 同时呢 也成为了一名单身妈妈 估计有朋友要问了 离婚后的威尔玛 是不是很快 就和罗恩组成了新家庭呢 哎 还真不是 离婚手续办完后啊 威尔玛又带着孩子 回到了西雅图 而罗恩不管是在工作上 还是在生活上 都给予了这个家庭 无微不至的关怀 虽然明知道罗恩的心意 但此时的威尔玛呢 已经不是19岁的小姑娘了 做朋友和做丈夫 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角色 所谓吃一欠长一智 不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他哪还敢盲目的 踏入一段新的婚姻呢 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当两人真正携手步入礼堂时 已经是1995年了 没错 他整整考验了罗恩7年的时间 不过对于罗恩来说 他并没有太多的怨言 因为威尔玛的女儿金伯利 以及儿子威廉呢 都很喜欢他 两个孩子啊 早就改口叫他爸爸了 事实证明 威尔玛第二次的选择都没有错 罗恩是个很有责任性的男人 作为工程师 他原本的收入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还在下班后呢 兼职帮人修理汽车 赚取外快 同时还投资了几处房产用于出租 至于威尔玛呢 则再次回归了家庭 做起了全职太太 一家人的生活啊 平静而温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孩子们慢慢的长大 也逐渐进入了叛逆的阶段 这使得家庭内部出现了些许的矛盾 啥矛盾呢 教育理念不一样 大女儿金伯利还好啊 主要是小儿子 比约翰比较让人头疼 这孩子呢 不仅经常逃学 而且还喜欢和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一起 可我们上面讲过啊 威尔玛年轻时 就因为被老妈管头管脚而感到十分的困扰 这段经历呢 使得他特别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也感受同样的痛苦 所以他对小儿子的态度就是 任期发展 威尔玛觉得 小孩嘛 都有叛逆期 只要过了这个阶段 自然而然就会好了 家长啊 要是管得太多 反而可能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然而秉承传统思想的罗恩 却完全不能接受妻子的观点 他认为如果不马上对约翰加以限制 那么孩子将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时间一长 怕是想拉都拉不回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 夫妻俩的想法截然不同 到底该听谁的呢 当然是听罗恩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罗恩对付约翰的方式 就是断了他的零花钱 作为家庭主妇的威尔玛 当然就毫无办法了 虽然这招很厉害 也很有效 但却让妻子呢 又一次想起了前一段婚姻时 因为自己经济不独立 而带来的那种压迫感 虽然性质完全不同吧 但此事还是促使威尔玛 第二次成为了职业女性 她在一家汽车配件商店 找到了一份兼职 虽说收入不高吧 可起码让她找回了自由的感觉 家庭情况呢 也再次回归了稳定的状态 显然啊 警方了解完罗恩的整个背景后 很是失望 因为她就是一个普通且保守的上班族 至少从表面上看呢 她并不存在什么仇人 鉴于这种情况 调查人员打算再向她的妻子确认一下 以防遗漏什么重要的线索 可惜呢 这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威尔玛同样想不到任何可能对丈夫下次毒手的嫌疑对象 案子查到这儿呢 警员们也只能先把那辆野马车拖回警局进行检测 同时呢 对停车场所在的疗养院展开了排查 在此过程中呢 还真就获得了几条有用的线索 由于当时野马车开往疗养院停车场时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曾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其中有位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警方啊 他看见开野马车的是一位年轻男子 此人下车后呢 就穿过疗养院跑入了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里 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另外呢 负责调查野马车的横检人员 发现车后座的椅背是向前倾倒的状态 而车里的财物并没有被人拿走 由此可见 嫌犯的目的果然就是做掉罗恩 而他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提前躲在后备箱中 等罗恩上车后 推开椅背 然后爬出来作案 为什么如此确定呢 因为警方在后备箱中 找到了嫌犯的指纹 综合以上这些线索 调查人员对居住在附近小区内的 所有存在案底的人员 进行了逐一问询 以及指纹比对 你们知道怎么着 居然呢 无一匹配 于是他们又把指纹 录入了索引数据库 结果依然让人失望 也就是说 嫌犯呢 没有前科 时间一晃啊 几个月就过去了 在这几个月里 罗恩的案子 几乎没有任何的进展 这让威尔玛很是失望啊 为此呢 他主动在媒体上喊话凶手 希望其能够站出来自首 与此同时呢 还悬赏16000美金 向全社会征集破案线索 可惜以上种种 都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不过要说完全没用呢 也不够准确 至少在威尔玛的努力下 民众一直对这起案件 保持着比较高的关注度 而这种情况 又在2006年的3月 也就是案件发生 一年后达到了顶峰 原因是 威尔玛在丈夫去世 一周年这一天 在案发的那个街口 举办了一场追思会 这次活动呢 除了引来了众多献花者 而且还把警方 推上了风口浪尖 为了应对来自于 社会上的压力 调查人员不得不再次 对罗恩案展开了调查 可问题是 该查的都查了 现在还能干嘛呢 这时警方负责人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话说案件刚发生时 调查人员曾在威尔玛的同意下 拿走了很多罗恩的私人用品 可之后呢 因为种种原因吧 这笔东西至今放在警局的政务库中 没被检查过 所以警方决定把这笔东西呢 作为此次调查的重点 实际起初啊 他们根本没抱什么希望啊 说到底呢 也就得应付一下舆论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这一次 居然有着重大发现 警方在罗恩的个人电脑里找到了几条古怪的上网记录 啥记录呢 案件发生前四天 有人在这台电脑上搜索了一个关键字 哪里可以购买到马卡洛夫的弹药 此时记忆力好的朋友要说了 马卡洛夫不是罗恩自己的吗 既然这样 在他的电脑上出现这种关键词 貌似的没什么问题吧 这条记录 要真是罗恩搜的 当然没有问题 关键在于 这是另一个人搜索的 原因是 在搜索关键词的同时 这个人呢 还登录了一个女孩的个人主页 而这个女孩呢 正是小儿子约翰的女友 换言之 搜索购买渠道的人 应该是小儿子约翰 即使再怎么难以相信啊 这一发现呢 还是让警方对这位16岁的少年产生了怀疑 由于案件发生时 约翰正在家住 所以他肯定不是作案人 因此警方打算先调看一下 约翰在案发前后的电话记录 大家还记得案件的发生时间吗 没错 2005年3月18日的早上6点左右 但你们知道吗 从3月18日的凌晨3点开始 约翰就一直在与一个没有保存姓名的陌生电话号码联系 直到凌晨5点18分才彻底结束 仅仅几十分钟后 警方就接到了报案电话 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更为古怪的是 那个陌生电话号码在案发三天后呢 就注销了 很明显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了 不过警方也不是吃素的啊 虽然无法确定陌生号码的主人到底是谁 但经过通讯运营商的查询得知啊 陌生号码除了与约翰有过联系外 还曾拨打过另一个号码 至于号码的归属地址呢 则是一个名叫雷尼尔山的高中 而约翰正是这个高中的学生 至此啊 警方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他们认为约翰很可能就是此案的策划者 而实施者呢 也许是他的某个同学 想到这儿 调查人员立即在暗中与校方取得了联系 并对一些学生展开了问学 最终啊 他们得到了一个名字 威尔逊萨亚查克 此人呢 正是雷尼尔山高中的学生 就在案件发生后不久 威尔逊呢 曾当着同学们的面 拿出了一张大额的支票 用于炫耀 非但如此 他的住所就在野马车停靠地 也就是疗养院附近的小区 还没完呢 警方查到威尔逊时 这小子正因非法持有武器 在监狱服刑 很显然啊 通过以上这些线索 威尔逊的嫌犯身份 基本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然而当警方前往监狱 当面对他进行审讯时 威尔逊却失口否认 自己与罗恩有关 这小子呢 只承认那个陌生号码的手机 的确是约翰送给他的 除此以外 什么都不知道 面对这种情况呢 警方也不打算藏着掖着了 离开监狱后 他们直接就将约翰和他的母亲 威尔玛呢 传唤来了警局 不过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呢 两人被分开接受征询 话说约翰啊 毕竟年龄比较小 心理素质一般 当警方向他出示威尔逊 萨亚查克的照片后 小伙子脸色瞬间就变得煞白一片 在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后 他向审讯员表示 自己想要离开 在警方看来 这种反应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 可你们知道吗 当警员把事实告诉一边的威尔玛时 却得到了一段意想不到的证词 威尔玛告诉警方 其实在丈夫去世后的一年间 他已经通过生活中的种种迹象 判断出儿子与案件有关了 但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原因很简单 既然约翰能干掉罗恩 那就也有可能会干掉他 所以威尔玛根本不敢表露出 任何对儿子的怀疑 好家伙 事情到这里仿佛已经很清楚了 但此时的警方 并不掌握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所以他们只能先让约翰离开 可等母子俩一走 警方却突然想到了一个 不对劲的地方 上面我们说过 罗恩管束约翰的方式 就是断了他的零花钱 这很可能也是约翰作案的动机所在 但从威尔逊向同学炫耀大额支票来看 此人多半是收钱办事的主 那么约翰哪来这么多钱呢 答案貌似只有一个 为此警方打算调查一下威尔玛的财务状况 没曾想 这一调查 立马就发现了新大力 在罗恩去世后 威尔玛总共继承了丈夫的四处房产 以及65万美元的售险赔偿款 外加公司的慰问金总计111万美元 更重要的是 在外人看来 威尔玛对丈夫的离世表现得悲痛欲绝 并一直在努力推动调查的进程 这也是警方之前信任他的原因 但实际在罗恩去世后 威尔玛并不像表现得那么伤心 甚至他的生活质量还远比之前要好得多 他不但辞去了工作 还花费大笔的资金 用于豪华旅游 购置奢侈品 以及参加派对等活动 除此以外 警方还从威尔玛之前的同事口中得知 这个女人经常抱怨丈夫非常的抠门 明明有着很高的收入 却依然让一家人住在小房子里 汽车也不愿意多买几辆 更可气的是 还经常要控制自己和儿子的花费 好嘛 此时此刻 警方意识到 此案也许远比想象的要复杂 为了获得更多的证据 调查案员想到了一个损招 他们又一次前往了监狱 找到了威尔逊 并谎称说 威尔玛已经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并指认威尔逊就是真凶 此话一出 威尔逊直接就炸了 就听得骂骂咧咧地说道 我早该想到那个女人和约翰是靠不住的 不过想要把事情推到我的头上 门都没有 接着呢 他就详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 据威尔逊供述 案发前呢 约翰找他要干掉罗恩 如果成功威尔玛将为此支付1000美金 在威尔逊同意后 约翰又给了他一部手机 用于通讯 而且呢 还给了他一把上了糖的马卡洛夫 至于作案的过程 与警方之前的推断几乎是一样的 威尔逊在约翰的协助下躲进了野马车的后备箱 等罗恩上车后 他爬出来 伺机作栏 得到以上的证词 警方二话没说 直接就与涉嫌谋害为由 正式对威尔玛和约翰执行了抓捕 有意思的是 二进攻的约翰直接心态崩溃 一进去就认罪了 至于威尔玛呢 虽然也承认自己是此案的策划人 但他却说原先只是想让儿子找个人偷走丈夫的汽车 让他不爽一下 没想到最后事态会失控到这种地步 很明显 他一听就是胡说八道 但尴尬的是 此案除了人证以外 物证方面非常稀缺 说到底 也就一把马卡洛夫 而威尔玛从始至终都没有接触过凶器 所以 他虽然是策划人 可针对于他的不利证据 却是最少的 警方甚至都不能确定上了法庭他的罪名能不能成立 无奈之下 调查人员最终抛出了一份认罪协议 只要他能承认罪行 那么将免于急刑 并获得较低的刑期 2008年1月17日 也就是案件发生三年后 对于三人的审判开始了 由于两名年轻人一早就认罪了 威尔玛也接受了认罪协议 所以此次审判非常的顺利 最终三名被告都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2年 时至今日 约翰和威尔逊依然在狱中服刑 而威尔玛已于2015年10月17日去世在了狱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不知道是谁在他的墓碑上写了这么一段墓之名 愿上帝怜悯你谋害了自己的丈夫 罗恩·艾伦·怀特黑德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大老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